我們設立了1959專線 24小時接受民眾的陳情 甚至報案 有沒有動物被虐待的情形 甚至也可以接受民眾的反應 應該要進一步來做 才有辦法達到建立友善動物社會的目標 這部分我們應該要繼續來做 另外也成立了 因為本來是農委會 現在變成升格為農業部 我們現在有動物保護師 有專人專責來保護動物 愛護動物 從動物的生老病死 通通都會來照顧 通通都會來照顧 也就是說農業部升格之後 也特別針對這個動物的保護 有一個更完善的做法 第三個呢 我們未來應該要修改動物保護法 提高 提高收容動物的量跟值 每一個動物都應該要得到很好的照顧 這個是我們第二個目標 那第三個呢 我們也會來支持 推動對於愛護動物 保護動物的各項創新的作為 來增進動物的福祉